- 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 政經關不了,關不了政經 各位同學,大家好,川普當選呢 各地方還有所有的媒體都有各種各樣的評論 那今天呢,我跟大家大膽的做一個先知性的預言 川普的人事 第一件事情是,肯定會讓你掉了下巴 而且倒在地上爬不起來 第二個,我的天線顯示 川普跟Elon Musk在通過電話 而且有一個很長的討論 那我大膽的推測 川普一定會跟Elon Musk提出一些offer 不知道要網羅Elon Musk擔任什麼 但是不可否認,Elon Musk在未來的四年當中 肯定會是川普倚重的一個 能夠討論事情甚至做決策的think tank中間的一個重要的成員 那我說如果今天我是川普的話 我乾脆把Elon Musk想辦法說服他來擔任美國的state secretary 當我的國務卿 為什麼?有兩個好處啊 川普的年齡啊 快要是Elon Musk兩倍啊 沒那麼離譜啦 大概1.5倍,跑不掉 那找一個終生代,不是件壞事 而且呢,Elon Musk沒有威脅共和黨的接班人的任何的可能性 因為他不是在美國出生 再來,對於一般人可能很多人很討厭Elon Musk 包括了民主黨,包括一些年輕人 可是Elon Musk這一次在川普擔任總統 當上總統的時候 可是共和黨裡面支持者裡面的一個最大的偶像 也是助攻的最佳的助攻人 所以如果今天川普用Elon Musk 當然Elon Musk要答應啦 我覺得Elon Musk呢 他腦袋裡面所想的東西 可能沒有在地球上 他現在已經在想要怎麼樣移民火星啊 那所以我也不太認為他會這麼關心 或者願意聊了 可是話很難講喔 因為Elon Musk是一個怪人 是一個狂人 不是一個正常人 當他如果真的覺得他受不了了 他要改造地球 除了改造火星之外 他要改造地球 那他就有可能答應喔 不是不可能答應喔 我如果是川普我就要他 我覺得這是一招非常好的好奇 當然民主黨支持者可能會抓狂 美國呢會更divided 可能內部會有更多的分裂 好,不過今天我來告訴大家幾件事情 為什麼沒有不可能啊 為什麼Elon Musk 會在川普的整個治國團隊中 扮演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 就算不是檯面上的國務卿 也會是檯面下的國務卿 好,首先我要先來講講川普的現在的處境 以下呢我的所有的邏輯跟推測 請大家跟著我 小時候我們不是玩過遊戲嗎 大家跟我這麼做對不對 現在請大家跟我一起這麼想 怎麼想呢 我先出一個作文題目 我們小時候什麼作文題目都寫過 假如我是什麼 假如我是川普 先把你的腦袋清一清 先想想看 你就是Donald Trump 好,跟著我走以下的邏輯 第一個 Donald Trump是史上第一個 重返白宮的總統 史上唯一 中間間隔四年 捲土重來 第二個 川普會是美國歷史上最老的總統 你看啊 川普上任的時候是2025年的1月20號 這個時候他已經79歲了 他嘲笑拜登 拜登78歲的時候擔任總統 82歲卸任 那川普會是79歲擔任總統 83歲卸任 所以他將會是美國歷史上最老的總統 今天你是川普 我人生還圖什麼 83歲卸任 我這個服務公職或者是展現我的報復 或者我的野心的最後四年 你會畏首畏尾 你會趴東趴西嗎 這個子彈都打不穿啊 當被人家開了兩槍之後 滿臉的血還會站起來說fight fight fight 他不是普通人 所以在他79歲到83歲來奉獻公職的時候 你覺得他有什麼事不敢做嗎 好 我倒不是說這樣好還是不好 可能很多人很擔心啊 一個人如果什麼都不怕的話 他很可能就被這個 像民主黨批評川普一樣 他是希特勒 希特勒在世啊 不過 這是另外一回事啊 我們先來看 假如你是川普 你79歲卷土重來擔任美國總統 做到83歲也沒有連任壓力 請問你你還有什麼不敢做的 再來假如你是川普啊 你呢 這一生 美國史上唯一的一個總統 破產六次 破產了六次 你的人生還有什麼比這更悲慘 沒碰過呢 你還在怕什麼呢 還有 川普是美國歷史上 第一個 也是唯一一個被控性侵的人 這個人呢 後面還有很多的司法案件 待會我再一個一個數給大家聽 他也是美國歷史上 總統背負最多的民刑事責任 而且刑期加起來呢 兩百年跑不掉 超過我們的蔡英文 還有 川普是美國歷史上 第一個在總統大選任內 被槍擊兩次啊 就被要被暗殺兩次的總統 呃 Robert Kennedy呢 甘乃迪 他是在民主黨黨內初選中被暗殺 在總統大選被開槍 然後呢 還當選的 Donald Trump是唯一的一個 好 Donald Trump牽涉到的司法案件啊 我手邊整理了一下 好你看 他被指控的罪名 第一個封口廢案 這個案子很特別 就是有一個托衣五娘 一個A片女星呢 指控川普啊 就是說跟他的中間的這個 種種情結 那 而且 川普還定期給他 就是包養他啊 要封他的嘴巴 欸 之後來 這個案子進了美國的陪審團 判這個川普有罪 而且在2023年5月份的時候 判賠川普500萬美金 判賠的理由是什麼呢 是針對這位女士的賠償 結果光是這個賠償案件 在2024年的1月份 又判川普8300萬美金 因為這事情發生之後 川普口眉遮攔的 還把這個人罵了一頓 所以 到目前為止呢 美國的法院 要川普賠給這位托衣五娘 指控跟他呢 有這個多業勤的這一位 要賠他至少8800萬美金 8800萬美金多少錢啊 是將近 8800萬美金 將近30億吧 啊 沒算錯 將近30億 所以喔 今天如果被美國的總統告 那肯定是 就像美國人口中說的 如果你被美國總統告 你被總統告 You must be famous and rich 你一定是非常有錢 非常有名啦 所以當我跟這個很多美國朋友講說 我被當時的台灣總統告 他們都用羨慕眼光 對我投影羨慕的眼光 然後我的孩子的 學校的老師 校長這些 每個人都有我惡觀的書啊 他們都知道我的這個 光榮的通緝犯的歷程 which我非常的以以為好啊 而且我要告訴更多的人 好 那麼川普呢 他身上現在綁了多少案件啊 第一個 除了封口廢案 那封口廢案呢 這個案子 他最後被這個法院怎麼惡搞他啊 倒不是說他跟這個女性如何如何 因為這種事情 你知道在美國的 對政治人物的評估上面不會是太了不起的大事 可是這個法官就抓到了川普的把柄 就說你當初支費封口廢案的時候 你是透過你的律師給這位女星 那麼你找這位律師呢 就是用你在這個公司裡面的錢去支付 支付什麼呢 你的名目不對 你明明就是遮羞費嘛 封口廢嘛 可是你的名目不是這個 所以呢 就告他什麼 告他偽造文書商業罪 就說你這個 在做這個商業交易的時候 用不對的名目 這不是很有趣嗎 這個是一個 這個坦白講啊 對他求處這個罪 真的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結果這個罪 因為他支付的錢呢 每個月每個月支付 這是連續罰 被判了34項罪 這個罪呢 每一項最多可以判到4年徒刑 如果全部判好判滿的話 川普要被判 光是這個封口廢案的商業紀錄 登載不實 要被判136年 所以川普到那個時候幾歲呢 215歲 出獄 這是他其中第一個案件 再來 國會山莊的暴動案件 這個案件呢 有人被稱為暴動 有人就把它講成騷擾 反正看你從哪個立場來看 川普被指控在2021年的1月6號 鼓動群眾攻擊國會大下 那時候川普還是總統 不覺得很有趣嗎 當家不鬧事 這件事情不是只有民進黨 好 當時呢他被多項指控 包括了 反正就是阻礙官方的驗票 什麼合法程序等等的 好另外 他在2020年卸任的時候 又有一次事情被告 就是他離開白宮的時候 帶走了一些機密文件到他家 好這個違反了間諜法跟司法公正 還有在Georgia的選舉 2020年開票的結果 川普覺得Georgia穩勝 就沒想到後來翻盤輸了 所以川普就打電話給 這個喬治亞州的州長 那時候川普是總統 叫他說 叫他把他被偷走的票拿回來 好結果這件事情呢 被指控說 他向這個喬治亞州的州長施壓 那麼施壓呢 要來影響大選的結果 這個案子呢 也被判這個敲詐勒索跟干預選舉 喔 除此之外 他被多人指控性侵 他被一個1990年代 有一位女士說 他在34年前 在紐約一家百貨公司的fitting room 就是更衣室對他性侵得逞 好 那麼 而且 後來川普在這件事情之後 還對這位女士進行多項的公開的誹謗 好 那麼接下來 我剛剛講到這個案子 在紐約法院去年的五月份 判賠她五百萬美金 今年又加碼一月份 裁定要支付 川普要支付這位女士 八千三百萬美金 八千八百萬美金 各位想想看 蔡同學的這個案子 等我們把她全部攤在陽光下 那蔡同學要賠我多少錢 八千八百萬美金 我不用多了 八百萬美金就好 好不好 蔡英文你準備一下 好 再來還有一個案子叫做Stormy Daniels 這個成人隱心 這個Daniel說 這個剛剛講到的那個案子 八千八百萬美金 是那個1990年 在紐約的百貨公司 Fitting Room 這個穿衣間的性侵案件 那後來衍生出來 川普在公開場合 對這位女士的各種評論 被告了誹謗罪 八千八百萬美金 另外一個案子呢 是就是這個成人女星 就是有一個叫做Stormy Daniels 封口費的案子 2016年在總統選舉前 她收到了這個Trump 給她十三萬美金 大概差不多四百萬台幣 最後她被起訴的各項罪呢 是因為她呢 有過這個 就在商業紀錄上面的一些更改了 剛剛我們提過的這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叫做Stacy Williams 的一個模特兒 她呢 在1993年 Trump曾經在Trump Tower 就是她住的地方 對她猥褻過 好 那這些東西 沒辦法 死無對證 這種告性侵的是最難對證的 那Donald Trump呢 陸陸續續被二十幾個人告過 類似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前面的告的人 拿了八千八百萬美金啊 對不對 閒得沒事的人 只要稍有一分幾分姿色 還可以說服別人 跟川普照過相能 都跳出來說川普性侵他 猥褻他 那因為前面的人第一個老大姐 賺了八千八百萬美金啊 所以到底怎麼一回事呢 這個當然了啊 到目前為止 川普的這些案子 全部都在司法當中 那 川普這四年保證不會有事 但是等到八十三罪出來以後 有沒有事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現在設身主力想 如果你是Donald Trump 你這四年會不會放手大幹一場 反正我出來你們也要整我 來我這四年該我做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倒不是說他會去惡整 而是說他肯定 完全沒有後悟之憂 除此之外 我為什麼說Elon Musk 有可能當State Secretary 美國國務卿 沒有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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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可能的事情 待會我分析一下 美國歷史上 國務卿 有商人 有軍人 有教授 他們都沒有從政經驗 進段廣告馬上回來 家族 又是 家族 家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need a reason for why you're so unsure You're a lost cause after all There are many types of strangers, some you'll get to know But I'm the kind I used to know, but you still act like you don't know anymore So I lay there with my eyes Light open, tracing back The moments are the worst You've spoken, you saw on your mind Now you're a lost cause You're always out the door 政经关不了政经 关不了政经 好,美国的总统大选 其实大家关心的焦点都在总统大选 其实我们同时投票的还有一些包括议案在内 在议案方面有一些好消息 就是在加州的零元购法案 被这次加州的选民给推翻掉了 虽然这一次民主党在加州仍然拿到了大概差不多三分之二左右的总统票 在其他的地方几乎也是民主党席卷 因为在加州民主党是整个加州是非常的左派的 可是大家对零元购这个法案呢 就是说900块美金以下呢 就为罪不举 这样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厌恶的 所以用70%左右的压倒性的票数推翻了这项法案 所以零元购这件事情在加州这个笑话呢 就没有再继续延续下去 那另外呢跟政经关不了有关的 就是接受过政经关不了采访上过我们节目的三个候选人呢 目前有两个当选了 唯一的目前为止是落后可能是败选的 这个差距不到三万票的是我们在洛杉矶的勤政国 Eric Chin 他不容易 因为在那个选区啊 这个西语义是非常非常强势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他对这位现任者的挑战 随败尤容啊 现任者拿到大概12万票左右 他拿到9万多票 9万票左右 所以败选在3万票的差距之下 那他选完之后他就给我发了一个短信 他说他一定会 他说他整理几天之后 他们会重新整理这个竞选团队 为两年后做准备 好 所以秦政国 Eric Chin 加油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选前一天 上过我的节目 在Texas这个选区 那这位非常优秀的德州的州众议员 吴元芝 他呢也顺利当选 而且他的票非常的高 他有70%的这个选票 好 另外还有一位 这位呢是就孤隐其名 因为我曾经采访过他 他跟我照片照相然后一起 他都没有他没有说不可以发 但我觉得可能稍微低调一点 因为我认为他极有可能 当上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 好 那到头来如果说确定蔡同学的这些眼线呢 在这个安全的拆除隐性的范围之内 我再次取得他的同意之后 我再把这段访问的过程当中 跟震惊关不了的同学们分享 好 今天呢我要谈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是说 川普团队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人有哪些 首先我要先谈一谈Elon Musk 是一个非常有可能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川普的测试 首先我们要先说Elon Musk在两年前 他还公开反对过川普 那个时候他是比较倾向于民主党的 但是几个事件呢让他倒向了共和党 好 首先他在这一次大选当中 绝对是川普当选的功臣 他做了哪些事情呢 第一个就包括财务的支持 他给川普的捐款 给共和党的捐款达到了1.3亿美金 所以差不多是41亿台币 第二个呢他实在受不了推特 所以他就把推特给买下来用450亿美金 很多人觉得他买贵了 他无所谓 因为他要实现理想 就他用他的推特呢 这个媒体呢百分之百的给他公器私用 那在这边大量的就是X平台 他在这个X上面呢 帮这个川普做了各种各样的行销 还有他亲自参与了一些大型的竞选活动 上台力挺川普 在2024年就是 应该是10月左右吧 选前一个月 在Pennsylvania这个超级摇摆州发起了一堆的活动 他他就说在Pennsylvania 啦 Georgia North Carolina 这几个州啊 如果呢你参与美国宪法的第一修正案跟第二修正案的这个请愿书的连署的登记选民 每天抽奖送100万美金 他天天抽天天发奖品 啊那这些包括了Pennsylvania Georgia Nevada Arizona Michigan Wisconsin North Carolina 这些都是摇摆州 他等于用抽奖的方式来吸引大家对于共和党关心的一些议题的支持 后来被这个宾州州长呢 这个Josh Shapiro 他呼吁这个执法部门 要对这个Elon Musk 是不是违反选霸法 因为这个联邦的法律禁止 用金钱奖励选民登记或者投票 那可是Elon Musk说没有啊 我是呼吁大家关心公共政策啊 联署啊 对不对 那我抽奖 抽奖又没有特定对象 又不是说你联署就有钱可以拿 所以 所以接下来如果是民主党当选 Elon Musk可能真的要 真的要坐着他的SpaceX移民到火星 可是现在川普当选了 所以这个闲鱼翻身 他不但不用担心他的这个官司 也不用担心他的企业 是不是要要从这个加州迁到德州 佛罗里达然后再迁到这个火星去 好可能不需要再移民了 好那么 呃大家可能会说 哎这个 这个Elon Musk 这个狂人出来担任川普的某某某某某 我跟你讲 我认为他要入阁 他只会去担任State Secretary 其他的他应该 他应该会没兴趣啦 把他做小了对不对 他都是要移民火星去当这个火星王了 你给他一个小关做他大概没兴趣 那如果以Elon Musk的角度来看 我认为别人可能会瞻前顾后 今天郭台铭可能会想说 哎呦我还这么大的企业 我该怎么办 如果没有胜选的机会 没有赠赢的把握可能不会打 可是就Elon Musk来讲 他就不是普通人 所以 川普加上Elon Musk 任何可能的组合都会出现 哎我今天在预言哦 如果你看到这个State Secretary的名单出现了Elon Musk 你不要以为我在胡说八道哦 他是一早好奇哦 那你可能会问我说 他什么都不懂啊 他没有背景啊 对不对 他也没有政治 也没有这个从政过一天 他只会哇啦哇啦 有钱怎么样 有钱是大爷吗 来我要告诉大家 我整理了一个名单 美国历任的国务卿 不都是政客出身哦 很多人是一天从政经验都没有 我来先细数一下 在2001年到2005年的小布希时代 也很有名的Colin Powell 这位黑人四星上将 他就担任过美国国务卿 在他国务卿之前 他最高的职务是 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就差不多是参谋总长这样子的位置而已 就说他是军旅出身 然后直接就当这个国务卿 还有Henry Kissinger 他是学者背景出身 他是1973到1977年 在尼克森跟Ford的政府旗舰 他担任过这个 这个State Secretary 国务卿 还有另外一位呢 是Stanford的教授 这位是在小布希 2005年到2009年 做了4年了 这个人叫做 Condellis Rice 莱斯 当过4年 好 还有就是川普任内 2018到2021年 后来有跟他翻脸的这个 Pompeo Mike Pompeo 他是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 担任过军人 后来从商啊 好 那么这个是川普任内的这个State Secretary 那我们再来看看 在整个美国历史上 有商业背景出身的State Secretary 国务卿有哪些 所以第一个曾经担任过这个 Axon 美孚的石油公司的总裁的 Tillerson Tillerson是2017年到2018年 川普的第一任的时候的State Secretary 所以你说川普心里面想的 他现在要的一个CEO 要来治理国家的这个State Secretary 国务卿 在川普这个商人的眼中 这个企业家的眼中 他一定瞧不太起这个官僚出身的人 他可能也瞧不太起学者 他脑袋里面呢 认为那个会抓老鼠的猫才是好猫 管他白猫黑猫 所以在他的眼中 他的英雄 或者他认为他信得过的人 应该是那个大公司的CEO 那请问还有哪一个公司 比Tesla 比SpaceX 比这个还要更大的呢 那这个CEO是谁呢 不就是 Elon Musk 所以我说本节目今天没有维言耸听啊 好我们再来看看啊 刚刚我们讲过这个Mike Pompeo 他出来担任 Donald Trump从2017年开始的State Secretary 他那个时候是 一个叫做Aerospace公司的 Founder跟CEO 所以Mike Pompeo是从商界被网罗 被川普网罗去担任State Secretary 所以你看 这个川普任内的两个State Secretary 一个是Exxon石油公司的CEO Tillerson 后来是这一家Aerospace公司的Founder跟CEO 这个Mike Pompeo 前后两任川普这四年当中 他用的全部都是商人 而且是CEO 因为他知道商人心狠手辣 眼明手快 绝不拖泥带水 而且呢 你只要管控好这个商人 他跟政治之间的利益输送关系 哎美国管这个管得很严啦 那其他东西呢 你就不要担心他在这个 呃党内啦 或者在美国的政界拉帮结派啦 或者将来会威胁到接班人啦 因为Elon Musk南非出生的 他是没有资格选总统的 所以免惹啊 我倒觉得Elon Musk是一招好棋 好 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讲 那万一是Elon Musk怎么办 各位 可能不要讲到说万一啦 我觉得 你可能会觉得我又在连宵威 因为这可能性很低 但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不是川普 是民主党或者是其他的 呃比较传统的政治人物 这种想法真的很跳通 因为Elon Musk在美国的评价非常两极 啊 可是事实证明什么 川普也是非常两极啊 所以这事实告诉我们 做一个责善固执 有个性的人 比做一个骑墙 然后没有任何主张的人 或者是这个软弱的人 要来的被这个世人 在现在这个世代是被尊敬的 而且这个社会 因为这是一个弯曲被谬的时代 需要一个领袖级的人 需要一个英雄人物 甚至是枭雄人物 在这个今天这个慌乱的时代当中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 在这么不利的情况之下 整个行政机器 整个媒体都一面倒的打击他 包括身上背了这么多的案子 还能够从这个瓦力堆中复活 成为美国的总统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大家已经看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邪恶的势力一直挥之不去 颠倒是非 台湾也是如此 所以我说2028年 台湾不是不可能出现一个 类似像郭台铭或什么 再这样的素人登高一呼 把赖清德打败 如果民进党在继续这样子胡作非为的话 明星是思辨的 从川普这个案子就看得出来 这段广告马上回来 字幕志愿者 森林 omas静音乐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you are getting older but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the way you hold my hand the way you lift me up your shoulder tell me i could fl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the way you braid my hair the way you hold me close tell me it's gonna be okay some things never change i heard you have been feeling quite alone now that you see me twice so you're if not more if not more i feel your love come through the phone saying i i love you i said i know that you are 政經關不了 關不了政經 好這個elon musk呢 跟川普 極有可能 他們會影響到這個川普跟全世界之間的互動 elon musk 我們大膽的預測啊 他如果擔任這個state secretary 絕對是一招 對於川普啊 對於川普實現川普的理念來講 絕對是一招 妙棋中的妙棋啊 那就在一年前 一年半前 elon musk 接受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的訪問 這個訪問呢 會讓很多台灣跟支持台灣的朋友們捏一把冷汗 甚至更具體一點 不只是捏一把冷汗 可能會尿褲子 好來我今天呢 獨家的跟大家逐字逐句的 從原文到中譯 跟大家分析elon musk 他腦袋裡面所想的 美中台之間的三邊關係 好首先 這個記者啊 跟這個musk 做了很長的訪談 他其中談到了 musk在上海的投資 他的這個電動車的部分 tesla的部分 在言談之中呢 記者對於elon musk 下了一個形容詞跟註解 他說elon musk 似乎對中國 有一種相當欣賞的態度 同時 他也認為 這是一個不可忽視的一個狀況 就是美中之間的緊張情勢 他認為呢 這是一個 美國不能忽視的一個 或者說應該去面對解決的問題 另外 他提到說 如果中國接管了台灣之後 可能造成美中之間的一些風險 他認為這都是應該在美國政府 那時候是拜登政府 所以應該要深思熟慮的部分 好 另外馬克思也透露到說 在北京方面呢 他們近期啊 對他在這個烏克蘭部署這個 Starlinks 就是這個SpaceX SpaceX的通信衛星系統 來協助軍隊 繞過俄羅斯的網路封鎖 表達了北京方面的不滿 而且要求 這elon musk呢 要保持中立 而且不要在中國出售這個 Starlinks 那馬克思呢 就馬斯克 馬斯克呢 這個elon musk呢 他就提到 他認為兩岸之間的衝突 是不可避免的 他說呢 這個事情啊 接下來不是單方 任何一方是單一的受到影響 他認為這個影響的層次會非常的大 那接下來大家聽好了 我待會再給大家做這個原文的翻譯名 大家覺得我們超議了 接下來 他認為這個Tesla呢 在任何的衝突中 如果受到任何的打擊 那麼認為這個是在 他認為這個Tesla 將在這種美中台之間的各種抗爭當中受到影響 雖然他認為他上海的工廠 仍然能夠繼續向中國的客戶供應產品 但是他沒有辦法出口到其他的地方 他認為將來 如果台海之間有一些衝突 那麼包括Apple 這個公司肯定也會陷入深淵當中 他補充說 如果台海之間發生任何的緊張情勢或者衝突 全球的經濟受到衝擊會達到30% 那麼Musk呢 他就談到了一個叫Geopolitical 他認為這個商業的地緣政治 他做了一番的個人的看法 他說或許他只是自信自己擁有所有的答案 所以他提出了一個解決這個Geopolitical的方案 這是記者的策寫哈 記者說這個Elon Musk呢 可能就是自言自語很自信的提出了一個方案 但這個方案是他自己覺得自己很好的一個方案 什麼方案呢 接下來恐怕很多人聽了會睡不著覺 這Elon Musk說 我的建議是找出一個台灣特別行政區的方案 聽好囉 香港特別行政區 他說台灣特別行政區的方案 待會我再用這個英文原文跟大家做逐字的分析 他說呢 要讓這個台灣特別行政區具備有一定的吸引力 他說儘管呢 這可能不會讓所有人都滿意 但是我認為他們可能可以找到一個 比香港更寬鬆的安排 這個都是逐字逐句quote 他的話 來我進一步的用英文來quote 他的話 他說 台灣 that is reasonably plattable probably won't make everyone happy 他講的是說 他說 my recommendation 那前面這整句話的全文 他說我的這個建議 would be to figure out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 for Taiwan that is reasonably palatable probably won't make everybody happy 好這個前言後語 就是他說 Now leads him to offer him to offer his own solutions to the world's most complex geopolitical problems 他說這個Elon Musk呢 提出了一個他對於這個全世界 他説這個是world's most complex 這記者的形容詞 這全世界最複雜的一個geopolitical problems 就是全世界最複雜的一個政治的 地緣政治的一個問題 他說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o figure out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 就是特別行政區 這就是香港的用法 這是香港特別行政區 administrative zone 他說台灣 for Taiwan 我再念一遍 my recommendation would be to figure out the special administrative zone for Taiwan that is reasonably palatable probably won't make everybody happy and it's possible and I think probably in fact that they could have an agreement they could have an arrangement that's more lenient than Hong Kong I doubt this proposal will be taken up 這是記者的說法 把它翻成中文 就是說 我建議 用一個台灣特別行政區的方案 這個會使台灣具備有一定的吸引力 但是呢 他認為 他們這講的就是中國大陸的領導人 中國大陸的領導人呢 他們應該可以找出一個比香港更為寬鬆的安排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給台灣一個特別行政區的地位 但是呢 卻比香港呢 更接近台灣的這個體制 更寬鬆的方法 這是全球首富 而且是影響全世界 還包括影響到火星的Elon Musk 眼中看到的台海關係 跟台灣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那如果他今天當了State Secretary 或者是他經常不斷地在川普耳朵旁邊吹風 他所吹的 如果沒改變的話 就是這樣的一個方案 所以今天台灣的立法院 台灣的政客們 在野黨也好 藍白也好 綠也好 還在為一些雞毛蒜皮的事情 在那 在那惡鬥 已經不知道大難之將至啊 這是我覺得台灣目前 所面臨的一個非常大的悲哀 好 Elon Musk 會不會當美國國務卿 我想這句話呢 這個假設可能跳得太遠了 但是我認為 跟Elon Musk 類似思維的人 來擔任美國國務卿 這是一點都不讓人覺得奇怪的 這也是共和黨的一個思維 我們剛剛講到的是Elon Musk 對台灣的看法 Elon Musk 接受這個 Financial Times的訪問之後 他緊接著在台灣問題之後 他又講了這個 Ukraine 烏克蘭的看法 你就知道 他們對於全球的這些佈局 跟所謂的結盟夥伴之間的關係 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他接著說 他在烏克蘭的問題上面 他建議 烏克蘭要跟俄羅斯妥協 他在推特上面發起了一項和平計畫投票 建議 2014年被俄羅斯佔領 後來併吞了克米亞戰爭之後的地區 直接就讓給俄羅斯 烏克蘭總統 Zelensky 後來也在推特上面發起了自己的投票 他就 等於是吐槽Elon Musk 問大家更喜歡哪一個Musk 是支持烏克蘭的Musk 還是支持俄羅斯的Musk 好 那在這個問題上面 他的原文是 On Ukraine too He has advocated a compromise with Russia 這個就是大家的 看到的美國現在共和黨的一個 比較新的主流思維 那為什麼以前支持民主黨的Elon Musk 後來會導向支持共和黨 而且這麼決決的決城而去毫不回頭呢 因為他曾經預約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Elon Musk 一直在推他的這個SpaceX 他的登陸這個火星計畫 這個移民人類移民計畫 可是他在這個創新的過程當中 一直受到美國拜登政府的撤肘 什麼撤肘呢 我們來看這一段 這個Elon Musk 他在Pennsylvania 就是就在上上個星期吧 上個星期 在Pennsylvania的一個造勢大會 在川普的助選的時候 他上台演講 他講了一段話 他說SpaceX 在這幾年來不斷的遭受到 民主黨政府官僚的 無端的騷擾 跟無端的打壓 他說 他曾經美國政府 拜登的政府 拜登Administration 曾經要說服美國的機關 要把他的這個 就是要 要這個Elon Musk提出很多的計畫 跟說明 證明說 當他的SpaceX太空船呢 降落地球 銷毀在這個海洋的時候 不會這個打到鯊魚 就現場引起了爆笑 總之Elon Musk 他對於在拜登執政的時候 民主黨對他的很多的 不友善的做法 以及當然最後的這個臨門一角 是他的那個兒子變成了女兒 的這件事情 讓他絕城而去 從此呢 改為投效共和黨 好 進入廣告我們要回來要講的是 Elon Musk不是其中之一 還有其他人 其實這些人極有可能重返白宮 而重返白宮之後 對台灣會非常的不利 進段廣告 馬上回來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翻译叫做莱特海泽 他不是政坛的菜鸟 但是他上一次除了在川普任内之外 他的上一次最早踏入政坛是在1980年代 雷根政府的时候 曾经他担任贸易副代表 就是美国的一个贸易谈判上面的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好他在川普的第一任担任总统的时候 他曾经主导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他不仅贸易战争后来到了拜登政府的时候继续延续 所以他算是财经上面的一个鹰派 对中国出手甚至对其他国家是毫不留情 那川普可能延伸所有对美国不公平贸易的这些国家 所以Lighthizer会是落实川普的关税 或者制裁政策的一个有把握 能够将他落实到淋漓尽致的一员大将 所以大家在媒体中点名他 他极有可能被川普继续重用 好川普曾经在竞选的时候 多次提出了对台湾的看法 他曾经点名台湾说是 台湾夺取了美国百分之百的chip这个晶片的事业 好那么在过去在1980年代 Bronner Reagan他在任总统的时候 任内也发生过很多的类似贸易的事件 因为他那时候在1980年代 他很多很多的仿冒品 对不对 你说当时很多的欧洲的名牌 或者美国的名牌都被仿冒 曾经考虑过对台湾 因为仿冒的问题 那时候台湾非常的严重 美国有Adidas 台湾有Abidus 对不对 或者Adibus 那曾经对台湾实施这个贸易制裁 那而且把台湾从开发工国家的免关税的进口项目给移除 那个时候干这个事情的人 就是这个Robert Lighthizer 在同一个时期 雷根也任命了美国史上的这个 就是Robert Lighthizer 应该是 那个时候他才40出头 应该是史上最年轻的贸易副代表 他发动了对日本的贸易战 这个年轻的Lighthizer 曾经帮助谈判达成到了 这个限制日本的汽车还有电脑相关的进口 另外他曾经参与对日本施压 要求呢 为这个出口的晶片设立一个最低的价格 而且增加对美国制造晶片的这个购买 而且协助谈判 限制日本对美国汽车出口的协议 回到1980年代 那时候美国几乎百分之八九十的车子都是日本制 家电全部都是日本制 日本人还扬言买下这个帝国大厦 买下夏威夷的时候 那时候日本 不可一世 可以被视为是二世界大战之后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对美国发动了 不是这个珍珠岛 不是珍珠港逆袭 而是针对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财经界 做了几乎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这样子的一个逆袭 在那个时候美国当然顺利的用这个广场协议 从外汇的方式呢 把日本呢重重的打到这个到今天为止 四十年没有办法翻身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Lighthizer也扮演着一个 呃功不可没的角色啦 对美国的这个利益来讲 他对谈判中对日本软硬兼施 另外他在当时哈 雷根政府当时认为半导体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 所以对日本进行了多项的制裁 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呢 从此打挂 才兴起了台湾 在那个时候来替代这样的一个角色 当时有什么呢 1986年有个半导体协议雷根向日本施压 要求呢为出口的晶片设立最低价格 而且增加对美国晶片的购买 另外电子产品百分之百关税 这件事情发生在1987年 因为日本被指控违反了半导体的协议 所以雷根把价值三亿美元的日本电子产品加征了百分之百的关税 所以这个关税就是三亿美金 另外当时啊 在这个Lighthizer的主导下的这个贸易谈判 还重型摩托车的关税 雷根对日本重型摩托车 施加五年期的45%的特别关税 以保护这个哈雷机车 另外还对一些机械设备 要求日本的机械设备呢 要调回 要分配一些这个额度 回到这1981年的水准 还有汽车零件 这个雷根政府啊 在这个贸易代表 就是这个Lighthizer 他的主导之下 雷根政府要求日本 要使他们汽车制造商购买更多的美国制造的零件 这件事情从1980年代经过32年后 在川普第一次担任总统的上一届 就是在2016年 川普呢又任命了这个Robert Lighthizer 成为美国第18任的美国贸易代表 他一上任之后立刻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 而且主导了这个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 这个NAFTA 美国北美的自由贸易协定 这个重新谈判的结果 重新达成了一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的协定 把关税视为实现贸易政策的一个必要手段 用来保护国内产业的一个有效的工具 而且他们主张呢把这个经贸跟战略脱钩 就是在商严商 同时他们拿中国开刀 减少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度 采取一个比较激进的单边主义 在不事先透过 他根本没有把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放在眼里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时候是鹰派的Robin Lighthizer所干的事情 大家别忘了 川普在第一任的时候曾经提出一个想法 他第二任还没有来得及 就是他要自己组一个联合国 你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五个人我只有一票 我干脆自己弄一个联合国 这就是川普 我判断川普在这个四年当中 他没什么不敢做的 所以他也极有可能把这个 Roberth Lighthizer呢 重新扳回一个 也许是国务卿 也许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但是因为Lighthizer年纪比较大 所以可能要他去处理这个 繁琐的美国的这个事务 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我个人认为 川普极有可能端出一个 让你掉了下巴的国务卿人选 但是这个Roberth Lighthizer 肯定是用来实施 川普的经贸关税写低子的一个重要的大将 不信大家走着瞧 那如果是贯穿了这个 贯彻了这个Roberth Lighthizer 叫做莱特海泽 他的经济学 这个莱特经济学 台湾肯定会遭殃 中国大陆一定也会遭殃 全球几乎无人幸免 就大家开始要回到一个公平贸易 当然这个公平是定义在美国 川普概念下的公平 就开始交保护费的交保护费 吐出利润来的你就要吐出利润 那个时候全球将会陷入另外一个 比较大的关税压力 那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我不知道 但是美国也不敢太嚣张 因为它现在对世界各地的贸易依存度 进口的依存度是很高的 如果它课征比较高的关税 可能会再先一波美国内部的通货膨胀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恐怕伤人可能七分伤己三分 所以这个会是我们继续观察的重点 当然关心论文门的朋友们不断的说 那川普当选论文门会怎么办 我要告诉大家在川普的清单当中 根本没有论文门三个字 这个绝对是好事 因为肖美琴跟美国的民主党政府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透过各种关系 叫美国要对这件事情加以保护 但是川普是不信这一套的人 所以川普的当选其实是赤裸裸的 给了民主党政府一个巴掌 因为民进党过去重民主党亲共和党 已经到了众人皆知的地步 那赖清德接下来怎么做呢 我个人认为台湾现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没有懂美国的人 要懂美国打电话给我 好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刻 那要跟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马带福音五章六节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祝大家平安喜乐 有个愉快的夜晚 明天见 希望我们的影片 请在下方点下订阅按钮 也别忘了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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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